大家好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象得到我现在有多少快递 毫不夸张的说 满窗都是 有些东西我再不吃可能都要坏掉了 所以今天我们多开几个 那首先我拿一个最近熟到的拉条 而且还是大豆肉 可以 就是小时候吃拉条的味道 其他也没什么好介绍 你们都吃过吗 感谢感谢 我来看一下第二个 这个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 你们看一下 这里有点像牛津 然后又有点像腌的胡萝卜 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而且上面什么也没写 也没说是什么 麻辣味很重 那么第二个呢 火锅牛肉 里面有两包 尽管吃 吃胖 算我输 是你说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打开之后 一条一条这种牛肉 这个很好吃 牛肉味 很足 这个用来下饭或者下面一几磅 感谢感谢 接下来我要看一下这个北京的那个特色糕点 这个已经到了好几天再不吃可能要坏了 怎么这么一大个方块 就是蛋糕味 就是蛋糕味 哇这个是面包 你看一下里面内容好很多 我从来没吃过内容这么多的 这种吐司面包 这里面有紫砂有葡萄干 还有核桃 还可以好吃好吃好吃 还有这个 这就是普通的糕点吧 这个很香 这个不是很甜 但是吃着感觉很香 然后中间还有一点葡萄干 就有如画龙点睛一样 嚼着就会感觉很舒服 肉松蛋糕 中间还有这个 这个吃着很爽 我喜欢 这么多东西 我一样尝一口都吃饱了 这个也是肉松蛋糕 和那个一样了 中间也有这种 又是一个肉松蛋糕 和前两个差不多 感谢 还有一个我必须得开来吃了 这个已经瘦了很久了 我放在冰箱里面 纳豆 母度冷藏14天 生产日期1月8号 现在是2月3号 那已经过期了呀 没事没事没事 我们尝一下 哇 看一下一撕开是什么样子 哇 这个拉丝全部拉在一起 里面又送了一包 尿 送了一包这个是什么 不知道 哇 这是芥末 放一点就好 放一点就好 这好像是姜油 我还没吃过纳豆 听说日本的纳豆特别臭 这个纳豆没什么味道了 就是刚刚放的姜油和芥末 很浓的芥末 很浓的芥末 但是这个纳豆和我们这个水豆是有点像的 好像是同一个东西吧 可能就是制作方法不一样 就是老干妈里面也有也有那种辣椒 和那个差不多 不过这个我觉得拿来下饭吃应该不错 就这么吃的话我会觉得很奇怪 感谢感谢 我开了这么多 我再去开一个好了 我记得我收了一大瓶饮料 南梅能量果汁饮料 吃了这么多 要喝点饮料才对嘛 对不对 就是这样 瓶装的 很酸 不过很好喝 给体能充电 能量饮料就像红牛那种似的 喝着很爽 感谢感谢感谢 这些东西我全部都会把它吃完的 那么今天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击个关注留言 收藏分享 拜拜